當日佩洛西飛進去台灣的時候 他真的是嚇人的 他打算我們的飛機跟著你一起進去 就是幫著他 誰知道後來 被美國的干擾到他 連佩洛西的飛機都還沒找到 今天就已經降落了 就是太遠了 技術差得太遠了 根本就是下面的人在誤導他 說我們做得到這個做得到的 真是到時候 一樣都做不到 一樣都做不到 你看得到 一樣都做不到 他還想著要引那個航空護艦 進來台灣海河 誰知道被人看穿了 情報上又輸了 拜登就叫他輸回日本了 去行衰 是不是 叫行衰 去行衰港 就不要出來 他以為在那裡撞定了 彈弓 把這個陷阱給他進去台灣海峽 然後就搞他的 誰知道呢 誰知道呢 誰知道被人看穿了 看穿了 不說走 原本想著引他們進來 美國說 你說內海嘛 我要示威 你看看這個台灣海峽是通的 原本想著這件事 這樣就報了 二萬多家漁船 雙船漁船 想著圍他 做好準備了 就知道 最後一分鐘 拜登 他們有情報 這個情報真是厲害的 馬上叫航空母艦不要去台灣海峽 回到日本 保住日本 所以這件事 習近平真的輸得扑在那裡 連那個佩洛西那個 去台灣那個 在外交上都輸得不得了 在外交上全部都輸了 手裡面還有一些影響力 因為還沒開會 那個七中全會和二十大還沒開會 他還看到最後還沒書記 所以他對軍隊的影響已經有問題了 那次軍隊射了三、四個小時就說不射了 軍隊裡面不聽了 不聽他說了 原本說三天的那個演習 佩洛西來了之後 原本三天演習 他裡面三個小時 終於找到客人走回去渤海那邊來演習 不證明他不行了 所以一直都不斷輸 不斷輸 那誰去數他呢? 現在有個任務給了李克強 李克強會收集所有資料 在七中全會和二十大的時候養出來 讓習近平下不了台 那時候用這些 當日毛澤東也是 但是七千人大會那時候又是 就是說出大家民情洶湧死了這麼多人 就是餓死了幾千萬人 那你下面那些人沒理由不知道的嘛 而且個個有親戚的嘛 就是共產黨員個個都有不同的省 餓死了人個個都有親戚 下面人就餓死了 這件事情 民情洶湧到這個程度 就變成了一種民意 是你不可以逆轉的 你禁不住了 所以現在看上去過去那十年 習近平做的事情 包括我們香港 在香港做的事情 你看到香港現在有幾個KHK說話很大膽的 民眾猜猜 後面有人撐腰了 你看看 什麼 那個 那個那個 柳夢虹是 說的那麼久 後面肯定有撐腰了 說你不怕說的 你說了沒事的 就是現在已經摸到 有人摸到那條腦 是這樣的 那麼 劉生他本身都很夠膽的 後面有人撐腰了 就更加夠膽的說了 是需要這樣的人 但是劉生基本上還是想著 在共產黨的體制 就是香港在共產黨的體制下邊 就是拿回一些權利 走回一國兩制 你怎麼走一國兩制 跟你這幫人走一國兩制 什麼開玩笑 他隨時就犧牲了你的路 他只是犧牲人 不用本的 他就犧牲了一國兩制 他為了權力 為了這樣 想都不想就搞個國安法出來走 就整件事就搞了 所以現在你叫外國人回去香港投資 去大陸投資 那就不可能 你 你基本上 拿自己的名譽 有機會 有機會 不是說沒有把握 有機會 拿共產黨趕出香港 有這個機會 我們這個講實質的東西 認識的不是主題 怎麼樣和外國政府一起拿共產黨趕出香港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趕出什麼叫共產黨 地下共產黨 中聯辦 你那些企業 肯定企業行為我們不理 什麼日子 匯豐銀行去拿他們的股份 這些一定要收拾 我們那幾個所謂英資的東西 不可以讓它控制的 它中資的東西你繼續做生意照做 很多東西要改的 舉幾個例子 剛剛我們看了我們那個Law Society 大律師公會那些 律師公會那些 重新要選過了 那些全部給它滲透 教育以後全部要搞 說有段時間搞 老老實實說 不搞五年 清不了這些流毒 中共的流毒在那裡 五年搞完之後 只有人會移民做一些考慮回來 有些人會考慮回來 如果真的要光復香港 就是要清掉共產黨 五年左右 清掉之後 自有人會考慮外國投資者 香港的二左民那些 自願意回來 或者有些人都是先走了 先看清楚 但是這個是一個機會來的 這個機會呢 大陸那邊我暫時不想說了 太複雜了 有機會拿中共趕出香港 趕出香港 然後香港來一個自決公投 自決公投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當然我們沒有能力 這個一定要愛國的勢力 全世界愛國的勢力 歐盟 英國 美國 日本 全世界 自由世界的勢力 逼下去 你要跟我們搞生意嗎? 你要香港變回真是金融中心 香港很久了 如果真的要香港變回金融中心的話 就是要共產黨要混蛋 一定要混蛋 徹底的混蛋 現在那些什麼 當政那些人 全部要 麻煩你了 有罪那些就是要判罪 用回我們香港的法律 就是你不喜歡玩 不趕你回到大陸 我不管你 我們不管你 但是有罪那些一定要判 這個是需要五年 我看來要五年才可以清得到 當然是由雙普選開始 那時候當然如果有那一天的話 我們當然要堅持一個比較普及的普選 不是他那種 一會兒登記 一會兒功能超組 他有特別 有些是直選 有些不是直選 那些全部是假的 全部是直選 全部是直選 可以分區 如果回香港的時候可以分區 但是全部是直選 就是沒得談的 這個機會你們不會看少 是我們想都想不到 我都想不到這麼快 我離開香港的時候覺得 就是共產黨那時候都挺強的 兩年多前 沒有想著它散得這麼快 就是崩潰得這麼快 但是這個崩潰的速度 沒有人控制得到 就算美國說救他都沒得救 那個信心沒有了 大陸做生意的人的信心沒有了 香港做生意的信心沒有了 全世界投資者 控制管理錢的人的信心沒有了 沒了就沒東西看的了 沒了就是錢 做生意就是講空信心的 你今天叫我回筆錢去香港 我都害怕的 是吧 你出不回來怎麼辦 會去大陸 就是監製講的 你叫我回錢去上海 他說答應你 你戶口裡面可以隨時可以 可以進去信不信 你敢不敢 就是這樣 信心沒有了是沒有了 你說中共現在是 大陸現在很多工廠 全世界都是靠它的 它是供應鏈來的 尤其是被汽車 電動車 有部分的比如不基本電腦 這些有很多東西是靠它 但是這個是轉得很快的 不用很久了 三年都全部轉了 我們做工業的資道 你不用有限制三年 如果夠資本的話 兩年就轉了 廠根本不是問題 現在為什麼呢 科技很有趣的 你比如做一些記憶體 記憶體 我們叫做 它那些廠 三年左右就淘汰了 因為它做得 將來裡面做的納米 做得更小 變成它套出 可以細成 比如它用開 我們後來講 用了七個納米 那一下子 它如果用三納米的話 它的工廠完全 那個廠都淘汰了 三年而已 這麼大的投資 現在在大陸 有幾家它做記憶 LG和Samsung 投資在那邊做Memory的 做得很大的 這些廠三年之後 它打算去美國開 根本就不會 還有一家Hinex Hinex 就是現代 現代那個Hinex 就是輕輕大的那個 它們幾家東西 就在大陸做這樣的 現在美國給錢 它全都去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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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做現在這一代 是做下一代 下一代 就是又便宜又靚 速度又快 你Memory都要講的速度 你如果search那個時候的速度 寫或者不 那個速度 那全部都講的 所以不是的 所以這件事情 你不要以為它沒有它不行 沒有它認真點 人家反而是做新一代的東西 就是煩煙開過的廠 在外國做一些自動化膏的 還有就是更新換代 就是更新換代 這些現在正在發生的 沒有了 玩完了 中共那裡玩完了 它那些東西是落後的東西 而且美國它買不到的 你看美國現在認識了 你要下一代的東西 我設備也不買給你 技術也不買給你 設備也不買給你 連設計的軟件也不給你用 它們說漏了一件東西 還有殘屍的軟件 你做出來之後 每一粒 不管你的記憶體 記憶體也好 GPU也好 ASIC也好 ASIC也好 就是專門設計的那些 CPU就是中央處理器 那個主腦 就是這樣的chip 你做出來之後 裡面有講一億粒半導體 這是測試的 裡面一粒壞的就整粒 整粒chip就壞了 裡面有只一個半導體壞的 三極管壞 就是兩極管壞 就是那個測試 那裡 因為我們學過這些東西 知道 你的測試搞不定 你測試搞不定 你生產出來的那些 它一大餅出來 叫做waver 一餅 一餅裡面戒開 有些chip大一些 有些chip小一些 戒開 戒了之後每一粒chip 你戒開之前 叫做probe test 用一些針 很小的針 去到它那個接觸點那裡 整堆針 譬如有整 六十點 撞下去 然後電腦打打打打打打打 快到抽筋 快到開筋 一秒都沒有 就測試了 接著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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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 這套原件 測試的原件 不是講話的 測試有一套原件 一組一組拆 那這邊就是有負擦到運 所以沒有了 現在就是說 這一代 它現在已經搶了那些技術 那一代 它就可以做 做了一下都不能做 因為很多原料不會給你 日本也不會給 韓國也不會給 美國也不會給 逢是參加了美國投資 在美國投資做晶片的 那些工廠那些國家 就不會再益你中共 不會再提供任何 那些工廠就是一直看著你手當 這個就是前途 就是我們看得到很清楚 很多問題 大陸現在問題多到你沒辦法想像 所以這個制裁 只不過是遲早問題 那習近平有時就心心不惜 就想著有機會還跟你砌一輪 和你打 他還有這樣的想法 還想著和美國打 他真的有空看看烏克蘭 根本就沒有希望 那李克強那些當然他是實際 李克強 汪洋 胡青華 胡青華 那跟著還有王烏寧 趙立志 他們呢 那幫就像年輕那些 有機會做下去的多數 那個常委啊什麼的 可能有些親親的人進來 但是看起來呢 原本現在的說法 說你想襲不下這個想法呢 有問題的 共產黨不是這樣 沒有辦法給你面子 你下台就下到盡 這個是共產黨的做法 最近都看到習近平很少行政命令出來 宣傳有 有些宣傳的東西 但是沒有行政命令 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行政權 黨裡面的行政權已經沒有了 政府他一向都沒有 政府是李克強管的 所以他一向都沒有 但是他唯一就是在說宣傳 還捧著牆 讓他到處去 基本上對外國人 這次對荷蘭的總理就職 都是由李克強那裡開始出來了 就不用他了 那個荷蘭那個 雖然荷蘭有皇后、國王 但是那個根本就是一個國家的元首來的 所以李克強直接對他了 整一下整一下 習近平的外交權都沒有了 雖然現在還沒有時間 還沒有時間 就是他那個任期還沒有時間 但是已經看到了 很弱 非常之弱 但是他在說外交 外交 金融 我都不相信 金融他可以提議 但是就不會執行 看起來就是等著二十大攤牌 這個我們香港人也很注意 習近平做下去都會不行 因為經濟實在太差 李克強做下去也是會不行 結果是一樣的 只不過一個快一個慢一點 如果李克強可以折管的話 我們香港的情況會快一些 有得談 但是習近平只會拖多 最多都是拖一、兩年 拖不久了 但是我不是說 其他好像蕭先生 他們當然是說好像習近平正在做 我的看法就是不同的 可能我錯 我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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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認錯了 我的看法就是根本就是很不行 習近平是很不行 他今時今日我都是堅持 他連任的機會是10% 好 我今天想講到這裡 就好